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周深在接受新浪娱乐采访时 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拼搏的孩子 拼搏的歌手不是打工人 这点很好理解 周深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从之前打工人的身份 转变成了老板的身份 这种身份的转变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就是周深的资源越来越好 造型也越来越时尚了 这点在创四舞台上非常明显 尤其是创四第二次公演的舞台 周深的造型让人惊艳 从创四官博发布的图片来看 周深在第二次公演舞台会有两套造型 一套是唱跳周深 一套是导师周深 唱跳周深上年感满满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周深的唱跳造型 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周深好年轻 感觉就像二十岁左右的少年 导师周深则要严肃一点点 整个人的气质与唱跳周深有了很大的变化 即使是不知道周深的身份 也能一眼看出周深是一个导师 而两套造型也有相同点 那就是周深 宝兰挑染的发色 同样吸引眼球 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很好奇周深的这两套造型是谁设计的 如果是创四节目组的造型师 那只想说创四的眼光很好 也足够财大气粗 如果是周深工作室自带的造型师 那就要恭喜周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造型 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在说明 周深成为老板之后发展越来越好 之前周深是签约艺人的身份 他之前签约的公司是什么状态 周深的粉丝应该非常清楚 旗下有态度的艺人 而且基本上是好声音学员 不可能把所有资源倾斜于周深艺人 那时候周深是打工人的身份 很多时候要受限于公司 还好有贵人高小松相助 才让周深能够在公司脱颖而出 周深属于后继薄发型歌手 正是因为一步步发展起来 让周深非常明白 留在舞台上有多么不容易 因此周深真心每一个舞台 也会把每一个舞台做得最好 这种态度再加上周深一直在进步的实力 让他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成为一个实力与流量艰巨的歌手 这让周深开工作时候 找他的资源很多 唱了很多歌曲 参加了很多活动以及踪影节目 更为重要的是 周深并没有因为自己红了而提高身价 这也让他成为性价比以及口碑非常高的歌手 也让越来越多的资源方愿意造周深 在这种良性循环下 周深接触的资源也越来越好 加盟创死就是最好的证明 资源越好 周深的资本就越丰富 才可以请更好的扫行师 或者其他服务人员 才让观众在创死的舞台上 看到了造型 时尚多变的周深 亚大最佳一人评选活动 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这项评选活动自3月5日开启 到今天已经25天了 到目前为止 一人之间的票数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这份榜单中 排名前五的依旧没有变化 依然是周深 肖战 赵立颖 崇义和王一博 排名最高的就是周深了 目前周深的票数 已经达到了478万多票 以两倍多的票数领先于第二名 有点惊讶 但是也在情理之中 具有天使般的嗓音 有很多人沉浸在她的歌声里 不能自拔 她更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周深在综艺节目上 也表现出越来越有喜感的一面 对于生命来说 她就是落入凡间的天使 她就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风景 祝她永远站在自己所热爱的领域里 山上发光 在这份榜单上 肖战和赵立颖杀入了前三架 颜细好 唱歌棒 颜值高 笑容甜 深时风 这些词用在肖战身上最贴切不过 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 向阳而生全力以赴 如今肖战在话剧舞台上也开始发力了 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像小编一样期待呢 在榜单上 进步最快的就属张哲瀚了 目前已经来到了第七位的位置 山河令收官了 这个春天 感谢遇到更好的温克琴和周子苏 目前也让我们记住了两个非常有特色的好演员 张哲瀚饰演的是温润如玉的周子苏 十年的积累 你给了我们最好的阿许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贡献出更高光的作品 也祝愿他在这份榜单上继续一路高歌猛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